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上方的方向 那么呢 有去神经内科以及眼科去看 但是也没有找出原因 只有疑似说是脑神经麻痹 那本身呢 也有服用肋骨醇的药 也没有做到改善 所以想请问说中医有没有办法帮助它有所改善呢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中医师歇医师 来为我们讲解 歇医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那歇医师想请问这样子有出现複视的患者 我们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是的 关于複视的话 首先我们可以请患者自己检查 是单眼複视还是双眼複视 怎么检查呢 很简单 就是用我们手掌把自己眼睛遮住 轮流遮住左眼跟右眼来检查 看是只有一只眼睛出现複视的状况 或是双眼都同时出现複视的问题 假设如果是只有单眼出现複视的话 那很有可能是眼睛内部的病变 例如像常见的黄斑部病变或是白内障 甚至是高度的闪光都有可能 那假如说是双眼都产生了複视的情形呢 那么首先我们要考虑是否为糖尿病或是高血压造成的 接下来的话呢 有可能是因为脑神经的水肿麻痹所产生的双眼複视 例如常见的第三对脑神经就是我们的动眼神经 以及第四对脑神经滑车神经 以及第六对的外展神经 这三条脑神经出现的问题 都可能导致我们的眼睛有这种複视的情形出现 那么因为这个患者提到 他经由眼科以及神经内科的治疗 效果都没有很明显的改善 最后我们要考虑一个地方 就是颈椎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当我们的颈椎受到压迫 尤其是高位的颈椎 例如像第一椎到第三椎 这个地方出现压迫的情形的话 也有可能导致有这种複视的情形出现 当然我们要藉由医师的检查 来确定是否是颈椎的问题 产生的这种複视 好的所以如果呢 一样也有这个複视状况的朋友们 那么我们首先呢就像谢医师刚刚所讲的 你要先看一下你是单眼複视呢 还是双眼複视 那如果你本身这个检查状况完之后呢 也没有去跟神经以及眼科都找不出状况 那么就可能像是谢医师讲到的是脊椎上的问题 也还是要询问专业的医师可以去做调整哦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